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座上开始显现画面了 这地方好眼熟 这不就是 盘沙堡最顶层的大厅 盘沙堡 我们得回那里一趟才行 再顺路去忽颜处那边 问羊皮卷的事 盘沙堡 三师兄 你线下究竟在何处 这不是夏侯公子吗 好极了 这下子有 有救了 夏侯公子 刚刚宝内出了大事 你怎么会凑巧在此时前来 是这样的 我以天机灵感得知 大厅中似乎发生了一些凶碎之事 因此赶来此地 看能不能帮上一些忙 夏侯公子真是料事如神 就在不久之前 大厅里忽然没来由地出现了一道蓝色阴火 还有块奇怪的金属片在火里悬空飘动 有个胆大的弟兄伸手去摸 利走火里冒出的怪物所席 果然是遗鬼碎片没错 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 阴火里不断冒出怪物 弟兄们死伤惨重 傅宝主带领一拼弟兄血战 用尽所有宝中存放的法宝 总算把怪物逼回了大厅之中 傅宝主把厅门牢牢锁住之后 同几名精锐死守 是要杀尽妖魔 而我们则与此待命 以便随时增援 嗯 我靖达是个有骨气的汉子 加上那金属断片 也和我颇有关联 我们这里去帮你们解决此事吧 傅宝主 这一波阴火里冒出的妖怪 全都击毙了 那种令人作呕的气息 并没有消除 可恶 阿尔泰巴 一时失守被暗算了而已 只是你们为何会挑这个时间来 现在此处妖魔作乱 你们不怕被连累吗 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 如果傅宝主你信得过我们的话 不妨就把这件事 交给我们处理吧 好 快帮我解决这极小的怪物 我马上带宝内的弟兄们增援 阿尔泰巴重伤又陷入敌阵 恐有性命之危 还是先想办法帮助阿尔泰巴解围吧 我这就去喊盘侠宝的弟兄们 来了 那边的妖怪就交给我们 果然是这玩意儿搞的鬼 不过这下终于解决了 仔细想想 这玩意儿会出现在此地 说不定和皇府宝主珍藏的 这面壁画有关 也罢 反正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上所描绘的女子 当真是千年前的兵离吗 而这幅壁画又有着什么含义呢 或许有一天 我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我仔细检查过了 宝内妖意气息已全部散去了 多谢夏侯公子 阿尔泰巴 你们宝主呢 憾遗憾 宝主一直没有回来 接下来 只能由我这个粗人招待你们 不周之处 得请你们多多包涵了 下侯大哥 你在哪里呀 怎么一转眼都不见了 玄尉莫慌 我在这边 方才一阵慌乱 大家都走散了 好强的逆元之气 我看 这些妖物利用地脉扭曲之力 刻意将我们分散开 大家尽量汇聚 避免落单 多谢诸位出手 咱们总算合力战胜这些妖物了 你何时出手的 这 我用本门秘法付出不少妖物 哎呀 我还要前往甘陀寺捉拿盗墓贼 先走一步 盗墓贼 难不成就是忽颜先生 按照阿尔泰巴的说法 他因为打听某种神器而被人盯上 事不宜迟 去赶紧到甘陀寺找他 我们走 咦 那边好像有火光 那些人是 是盗匪 哎 夏侯大哥 盗匪正在劫略这座村子 嗯 还有火口吗 弟兄们挺挺手 先把这会儿碍事的除掉 今天 紫云空同齐聚 乃是代表中原武派 好凡 好凡那侵扰逝者长眠的盗墓贼 忽颜虫 嗨 中原武派 哎呀 老子何德何能 叫你们弄出这么大阵仗 休得嘴硬 方才我等已将你那偷焚绝目 惊扰逝者云云罪状 昭告天下 兼之甘驼寺原志大师从旁见证 哎打住打住 先折磨老子一番 又抬出些知乎折野的大道理 说吧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阿弥陀佛 忽颜施主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忽颜虫 现在大师已知悉你的真面目 自然不会袒护于你 还不乖乖认罪扶珠 至于你那些盗墨贼赃 除了交由中原武派协商 如何妥善处置 还有其他好办法吗 呦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你们便直说要抢我身上的宝贝 何苦一路追踪我到此处 周虫珠浩怎么会突然插手 莫非他们盯上了忽颜虫的宝贝 这下可有些棘手了 两位正派前辈兴师讨伐 不知可有慕容盟主守令 奸邪之辈 须人人秉公诸之 盟主还会反对不成 不错 若有人要帮助这盗墨贼 自然一并视为共犯 小猴小子 想必你应该是来协助捉拿这盗墨贼的吧 说到底还是没有盟主守令 我看两位还是等盟主同意后 再来兴师问罪吧 毕竟名门正派 罪讲师出有名 哼 我看几位杀气一现 未免一心仍然至佛门境地 我等便先替大师惩戒你们 以免污了大师双手 这 诸位施主 甘托寺乃清静之地 你们这是 来人 掠战 这下侯小子乃是要挟转世 大家不必手软 明文正派伪君子这些话 我们都说卷了 若要让他们善罢甘休 只能来应的 这下侯小子有两下子 这般损兵折将下去 这般损兵折将下去 实在不值得 那传说中的宝贝不要也罢 哼 你们果然同这盗墓贼是一丘之和 我必告知江湖中人 小心提防你们 我在你们嘴中 早就是十恶不赦之人 多一项无中生有的罪名又如何 严智大师 小小子这个天煞孤星还是交给贵司加以感化吧 我们先告辞了 嘿嘿 打不过了要跑吗 刚才要舞阳威的样子去哪儿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诸位施主帮助甘陀寺解围 哈哈 大师不怕我这天煞孤星吗 平僧看来 人心生魔才是修行的最大阻碍 夏侯公子一片赤诚 此得老纳无以为报 这个神炎金灯就当作谢礼吧 元智大师 晚辈不过略尽免利 怎能收下林智等大礼 施主 这神炎金灯能以神火烧尽惠 更能以无量法光照亮至暗幽远 齐孝虽然神异 然与老纳并无大用 但若送给施主一行 齐威却能恰得其所 不知施主以为如何 这可是个宝贝 你不要的话不妨转赠给我 既然大师有这番好意 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最后不还是收下呢 别急 你的账我们稍后就算 请不吝点赞 户药轻敌快撤 你们到底是发现了 不错我们是来讨要那张羊皮卷的 真是没想到会大费周章 老子只是闻到宝味就心痒难熬 本来只是借看一下而已 谁知道酒后失言 让人误会我这有什么宝贝 一传十日十传百 竟连中原武派都想打他的主意了 这破玩意儿就先还给你们吧 反正你们也未必看得懂 哎 碰到你们就没好事 这羊皮卷 这羊皮卷为何变了模样 可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嘿嘿 老子月宝无数 自然能令这羊皮卷显现各种奥秘 这可是一张藏宝图 而且 而且你知道宝物在何处 只是希望我们协助你是不是 女侠看得通透 我已大约查探得知 此宝物乃是一件名为圣枪的神兵 我想习武之人无不对此动了心 圣枪 等等 该不会是占有耶稣之血的圣枪 龙基努斯之枪吧 咦 原来你清楚吗 早知道老子就不在那犹太拉比身上浪费我那宝贝了 你可知道地界在哪儿 我当然施得此地 若诸位愿意帮忙 那圣枪便由你们拿走 我嘛 我呀 顺走点其他真奇玩意儿就行 夏侯兄弟 是这样的 我为了某些理由 不管怎样都想要回那柄圣枪 你可否助我寻回此枪 咱们同行共难这么久了 早已情同守足兄弟 我怎会不助你 那么忽颜先生 就请您前方带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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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 莫打扰我 分我心神 左边的山壁凹近一处 右边有个斜坡 南方有座小山与北山并行 差不多就是这儿了 魔的气息 我信我到了 这宝物的气息真芬芳啊 诸位 就在前方不远处了 为何我却感觉会饿得紧 是因为那里有什么 集邪致力之物吗 这洞穴里的气味 真是会饿得紧 是洞口被封闭了太久的缘故 还是因为 这里面有什么集邪致力之物 这洞内好暗 就像是踏入了一道黑幕中一般 在这大白天 洞窟就算再深 也不该暗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莫非这不是寻常的黑暗 若是如此 便需要一件驱逐 无方晦暗的神器了 对了 神炎金灯 就拿原志大师送我的神炎金灯试试 神炎金灯啊 以你的破暗金炎 为我驱逐这无方死案 重现这洞内的本来面貌 神炎金灯 虽然看来 我看来 您打算 知道西洞 是不宜迟 这宝物的气息真芬芳啊 众位 请 好大的怪物 好浓重的邪气 瞧那怪物后面的巨大坑洞 应该就是长枪的一击所造成的 我想它应该士禀神兵没错 那是圣枪 这世上最强的武器 龙姬鲁斯之枪 我这就把它拿起来看看 这力量仿佛一阵暖流般游走全身 这感觉就像是握住了大地的心跳一般 好极了 我现在要把它拔起来 古大哥 我觉得那只怪物好像还活着 古兄 不以莽撞 我也觉得有些不对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寻觅多时的圣枪就在我的面前 它是我平乱复国 报答诗恩的唯一指望 不管怎样 我都要先把它拿到手再说 禁锢我力量的罪魁祸首终于被除去了 我回之王阿玛菲特 终于脱离了那圣枪的丑恶力量 先用你们的血肉为我的重生洗礼 再将圣枪丢到神渊中 让它永远湮灭掉 失去了圣枪的禁忌之力 就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死之王了 阿玛菲特 你想的没 现在圣枪就在我的手上 你以为你能逃得好好去 愚者 被我的黑血玷污的圣枪 早已失去了力量 现在的它就与一把废铁无异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马上就可以试试看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不可大意 我会从契约之地召唤四王信徒 都给我死吧 这回就算我阿玛菲特输了 不过圣枪的继承者 为你那被诅咒的将来而祈祷吧 自圣枪拔出那刻 你就与心风血雨的宿命 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切才刚开始而已 你就等着瞧吧 怎么后悔有情 古大哥 恭喜你得到了圣枪 那灰之王也变成灰晋之王了 下午兄弟 我 我对不起你们 我看到圣枪的时候 经不住心头一热 就忘记了和我同生共死的 你们的安危 只想着把它拿到手 然而这是上天 对我自私自利的惩罚吧 阿玛菲才说得没错 这柄圣枪 威力已和破铜烂铁 没什么两样 刚刚的一战 我打到心灰意冷的地步 像这样的圣枪 我拿到了要有何用 古兄 你要冷静下来 阿玛菲特说过 圣枪已经被他的黑血玷污 因此失去了他应有的威力 但这并不代表 圣枪会永远就这个样子 能够让他们四支王 如此忌惮的神兵 必定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毁损的 一定有谁知道净化他的方法 或许博之广石的 雅布斯先生就是一个 是啊 咱们这就把圣枪拿回去 给他过目 这件事一定难不倒他的 你们说的对 既然阿玛菲特称我为 圣枪的继承者 那我就要找到方法 让他恢复昔日的光芒 我想接下来的旅程 我就不跟随了 诸位请便 我得赶紧离开这邪门地方 你们之前的历险实在是惊心动魄 可惜我未曾目睹这般奇遇 真是遗憾 不过还好有这羊皮卷 不仅可以窥见往昔 即便是现在用手触碰 依旧能感受到 那人魔对抗的激烈 雅布斯先生 您可否帮忙解读这上面的文字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 恢复神枪威力之法 由内容来看 这只是一篇遗书 它讲述了一位英雄 封印灰之王的过往 将来若有缘人得见这篇文书 请代替我 代替死去的弟兄们 代替世间的一切良善 将圣枪取回 只有被圣枪所承认的真正勇者 才能将光与暗的战争画下据点 一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是这不是的圣枪虽在我手 却被太古恶魔的黑血所玷污 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我想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恢复圣枪的力量 太古恶魔的血是至高邪恶力量的象征 我可以试着用卡巴拉密仪的净化仪式来清除它 接下来我会以炼金术的秘法炼化神圣蒸气 然后封在玻璃容器中 与其种特殊晶石共炼 或许就能除去紧紧粘过圣枪的斜血 不过这过程十分缓慢 需要相当的时间 少则十来天 多则一两个月 你们可愿意等待这段时日 这柄圣枪寄托了太多人的心神 所以拜托您了 太好了 真希望能早一天看到古大哥挥舞圣枪的雄姿 那大漠隐约透着象牙般的白结 这样远远看去就像你一样无瑕 谢谢 可是这一望无际天与地 却常常让我困惑 这一路是我在找寻宿命 还是宿命在找寻我 听二太拔所言 皇府宝主也外出许久 他又在找寻什么呢 他在寻找家喻宿命的方法 我并非故意偷听 只是夜晚指手路过 而且这大漠并不会隔绝声音 大漠的夜总是这样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血大躲大躲低在上面 又流走消散 也不过片刻 但我知道这一切 因为遇到他而自此不同 他 你说的可是皇府宝主 不错 那年我被西夏兵追杀 本意做好同归于尽的打算 使他用那股强大的力量 助我将那些追兵杀了个屁滚尿流 那时我便认定了 誓死追随宝主 你们能在这短短时间内 将这盘沙堡经营至如此规模 想来必是十分艰辛 这边荒多的是亡命之徒 要让他们跪下磕头 只要比他们狠就够了 而我为宝主效力 偏偏早就豁出去了这条命了 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 就我所见 盘沙堡那众人 确实个个视死如归 只要入我盘沙堡 便是生死弟兄 大家伙一股劲 没什么办不到 而且眼下这些苦 和往后宝主的霸业相比 算不得什么 你可曾想过 皇府宝主所谓霸业究竟为何 万一会致使生灵涂炭 你也会一直追随吗 他在救我这十恶不赦之人时 都没多想 现在我自然也不会多想 皇府宝主他 究竟是所求为何 夏侯公子 我这粗人 今日说的实在有些多了 只因我想让你明白 我们虽被世人视为离经叛道 但我们从不曾在乎 只因我们 在完成属于我们的天命 皇府宝主的 天命吗 染血的夜晚总是让人很舒服 何故都管闲事 你也来娶我人头吗 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很好 我能感到杀意 你还能站下去 他在那边 少没吩咐过 他的头很值钱 傻无赦 来 在地狱里 我的头更值钱 你们 便随我一同下地狱吧 我果然没看错 狼该有狼的样子 你引其邪 幽影分黄 这力量 带我除去那些人 他日必报此恩 一只乖乖听命的狼 不配和我言谢 我需要的是和我共谋大业的狼 你的眼神告诉我 我们是一路人 因为你不屈服于宿命 但这远远不够 去吧 用那些人的鲜血 浇灌属于你的宿命 你自己驾驭的宿命 那之后 便是你我的 不是霸业 拥有力量的感觉如何 还不够 远远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力量 好 此刻此地 鲜血洒遍之处 将生长出 坚弱磐石之宝 那便是力量之源 亦是霸业之石 把盘沙堡中的金属断片 放到水晶前的台座上吧 这块碎片所在的位置 又是个没见过的处所 不过这圆筒状的房间 很是特别 我好像在哪里 见过类似的地方 好浓重的邪气 水晶显现的圆筒房间 很可能是忽颜虫的家伙的 古墓房间 啊 确实很有可能 我们这边去那里看看 或许是出于直觉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 最后一块碎片了 怪物 应该是被幽黄气息吸引而来的 需尽快除去 以防他们危害路人 嗯 小心 忽颜虫家附近 看来 金属断片很有可能 就在他家中 忽颜虫家中 为何会有金属断片 算了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们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窗边有 为何把床搬开了 我明白了 想是忽颜先生您忽然心血来潮 想要换个方向睡觉吗 你个大头鬼 老子可没这个雅性 小子你明知故问 是在消闲老子吗 自把碰见你们就没好事 这床底下地下本来好端端的 这些时日突然嗡嗡作响 拔开窗一看 指尖底下多出个发蓝光的东西 那气氛就和老子在千福洞 碰到怪物时一模一样 发蓝光的玩意儿 莫非是刻盘碎片 老子已经有好几天 没好好睡觉了 如果你们对这儿有兴趣的话 拜托你们心心好 下去帮老子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啊 没问题 晚辈这就下去瞧瞧 好极了 第七块碎片果然在这里 对了 你们这么多人 手脚放轻险啊 可别弄坏了我多年的珍藏 你放赛不是还怕得要命 怎么现在倒关心起你那些宝贝了 几位的本事我是见识过了 自然没什么好怕的 何况你们又不会见死不救是不是 哪啊 请不吴 这些宝贝 由 能感受到同之前一样的力量流动 莫非他又在稀释逆元之力 无妨 只需再有人亲自前往 阻隔地脉灵阵 就能阻止他吸取力量 你们 你们 你们别不理我呀 倒是来救救老子 哈哈 忽颜虫 我好像听到你那些珍藏在向你呼救的 你还是先帮帮他们吧 那金属断片是个宝贝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你们打败这些妖怪 拿走便是 散发着不凡的气息 估计放在身边 以后或许能用的 虽然我总觉得这是最后一枚了 但还是去水净之殿查看 是否有视线为好 Princip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也是身为灰之王的我 赐予你的宿命 天上性命也要守护圣枪与圣辈 不屈服于邪恶的淫威 才是我们的宿命 愚者 妄想以虚伪的正义 刺穿邪恶血脉 元实用 杨茜茜 比较 比较 不然 价格 未经验 不之 即便只剩下我一个人活着 我也不会让你轻易得逞 我相信 这圣枪的力量会保佑我 在这里将你击败 圣枪 请赐予我力量吧 在这一绝生死的无边黑暗中 其实你又能做什么呢 不过是仰仗那把破枪 那令人作呕的丑陋力量 就让我回之王 再次将你们终结吧 听到了吗 那是地狱中火焰喷发的吟唱 它会将自虚为光明的你焚烧殆尽 可恶 哪怕一介蝼蚁 假如这世界被黑暗笼罩 那么就由我化作那道撕碎邪恶的光 迎接碍于希望的神明 你以为你赢了吗 圣枪已染上邪恶的血 你的丑陋剂量 只能暂时将我封印 终有一日我会再次降临这被诅咒的士军 用回之王的名义 你赢了 他就会不断 封印 你赢了 你的身体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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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母亲 您的孩子不能再回去看望你们了 但是我没有辜负家族的荣耀 光荣的同黑暗 战斗到最后一刻 而将这洞口封闭 留下象征守护着神灰 并已站在身上的恶魔之邪 写下文卷 是我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被圣强所眷顾的勇者 未来的你 会在何方 七枚断片放在台座上 什么影像都没有 那应该 便是全部了 看来我们已经找齐了所有断片 逆圆之力间的联系已断 自然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既然以及其是否代表实现了 向环子前辈所说的要求 须以幽黄附着之物为平 不居长发勾连 嗯 是了 这些碎片本就是幽黄附着之物 我们这边前往罗布泊 前方不远便是罗布泊了 那被岩层覆盖的入口 好家伙 先灭了这些妖魔再说 李依旧是当初的样子 那老头怕不是个骗子吧 不 他之后所说的话 显然是知晓各种因果 却因身份不方便透露 我们应该再参悟一下 他的话中玄机 那未曾进入的幽言之境 是了 我们还差了一环 当日那仿佛被施下禁咒的莫高窟幽言 方才那阵风沙果然是妖魔的诡计 哎呀 这妖魔听不懂人话 难获物换命 看来是行不通的 莫慌 我们会保护你 谢谢各位乡主 这里最近莫名其妙地多了很多妖物 哎呀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你放心 如果没意外的话 我们此行应能解决这次危机 忽言的气息 没之前那般巨人千里之外了 希望这次不要再拒绝我们了 走吧 我们穿越了那道幽言 奇怪 这房间无论内构或家具把设 都和幽火所在的房间十分类似 它们原本是不是位在同一处的 但我却又觉得 在刚才的那瞬间 飞于了很遥远的距离 我敢说 这里绝对不是在墨高窟附近 那 这里又会是在哪里 这里很熟悉 为什么 一个实质的方杆 像是什么门户的机关枢纽 这是 和之前出现在金属锻片附近的妖怪 好像 它们来自幽界 怪兽都会剩下一枚金属锻片 这回却只剩下那个机关 等等 这异界空间 是不是连通那罗布泊门户 不管如何 试着转动一下 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沉重的回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听到了吧 哼 我也听到了 我们现在在哪 又打开了哪里的门 四大遇到佛窟里的魔火 就越来越离奇了 是 幽黄之力造就的一切 兵离姑娘曾说 这里和佛窟中的房间通过明幽界系相连 我们也正因此进入此间 而这附近又凭空多出很多楼兰古物 那么此地很可能和楼兰有关 或者说不定 我们已穿过明幽界系 来到楼兰 要是结合向桓子所言 以及种种传闻 我们说不定已经打开了 罗布泊的那处大门呢 咦 他说话神神叨叨的 真的可信吗 能做的都做了 我们就回罗布泊碰碰运气吧 他说话神叨叨叨叨叨 这些妖怪 看起来很不好对付的样子 这里好熟悉 好像我曾经来过这里似的 若是继续探索 应能回想起一些往昔的事 只可惜前面的路被挡住了 打开他的机关 想必又是在他处 说到机关 莫非是那几处地上凸起的机桥 那就试试看 打不开那拦路的东西 也没办法继续探查这地方 出道子弟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启动清除障碍的机巧 才设法解决掉这些拦路的妖怪 终于打开了 继续探索这地下楼栏了 前方情况未明 大家千万小心 那是 原本封闭的入口打开了 看来一地触凤的十把手 也是幽黄附着之物 也正因此而被附身 而我们在笔尖的操作 也勾连了此间的大门 向皇子前辈所言非虚 嗯 赶快下去看看吧 啊 被封闭了许久许久的远古的气息 真是怀念哪 好久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啊 看来妖魔也不肯放过这远古遗迹啊 这里依然有敌人的气息 咱们不可答应 编离姑娘警告的没错 我也有这种感觉 此地弥漫着一股弹的气息 这些灵魂的气息 大家需时刻小心 都来到这里了 没什么好怕的 嗯 走吧走吧 我等不及要看看 这里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了 这 这里是 好一座巨大的地下建筑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遗迹说不定有千年之久 可是竟能在岩层底下保存如此完整 这里究竟是 千年之间 位在罗布破畔 能有如此规模的古城 那应该只有 传说中忽然湮灭的楼兰 楼兰 我们终于又回到这里了 像梦一般遥远的感觉 昔日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夜终将在这里结束吧 就像一个终会醒来的梦一般 这些怪物 那阴气森森的感觉又来了 有何其大胆敢伤无见识 今日流腻不得 冰离 备见 遵命 无知蝼蚁 还未将你困入封界受辱 便支撑不住了 好疼啊 我刚才是不是又变得很奇怪啊 虽然那感觉很亲切 但 确实不是你 啊 方才夏侯大哥你完全变了 就像往日被附体那样 我好担心你再也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 没事 若真是那样 我出手把他打醒 那我可要时刻小心了 到时候还请谷兄手下留情 我们初探此地 以后遇到的诡异事想必也少不了 不止一地 大家都要小心 这些优秀